哈囉 大家好 我是怡芙 這一週呢 我們要來裝飾 從機場一直到 伯物館的條路 好啦 終於在開工 把它炸透 然後把東西全部都收一收 基本上這兩間 商店裝飾我覺得還不錯 就不動它了 我還沒想好要怎麼布置 這技術畫得太簡略了 總之先把整條道路都清空好了 但是 先把整條道讓它還好 然後 先把整條道放在一起 所有的路線都可以放到 然後 先把整條道路 看起來很容易 把整條道路都放在一起 然後 再把整條道路 就好 非常好 然後 整條道路 然後 再把整條道路 然後 整條道路 囝囊 可是本来快挖完了 但我觉得感觉怪怪的 再调整一下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经过了一个星期的努力 终于把博物馆到机场的这条道路给装饰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成果吧 首先从博物馆这个阶梯下来 延续上面的红橙黄 这边的花会采用黄色过渡到绿色的建成色 然后这边有个休憩的小空间 因为是独立的空间 所以让它跳脱建成色 用一些粉红色来装饰 就可以坐在这边小花 有点可惜现在樱花已经没有了 不然这边还可以小樱花 不然这边还有明年 好 接下来绿色这边下来 开始建成到蓝色 然后铁路跑过来 这边都是蓝色的花卉 耶 还有蓝玫瑰哦 然后再从蓝色过渡到紫色 然后把居民的家也都安置好了 这边第一个是海边的餐厅 餐厅会有爵士乐配乐跟跳舞的舞台 大家就可以在这边欢乐的吃饭了 这边看过来是服装店 沿路到机场 这月刚好是万圣节的月份 所以就把万圣节的装饰也拿出来使用 然后机场一出来 用有点炫耀的菱兰放着 把这边出来整个装饰 都有点更洞 放了幸福的终身 这边的花卉延续那边一路过来 再紫色 黑色 再延伸到红色 就把之前博物馆那里的建层花卉给搬过来了 变成一个条带式的建层 然后下周呢 想要从机场这里开始往另外一边的海滩 之前左半边装饰的东西都被拿过来这边先堆着了 所以现在这边都有乱七八糟的 所以就从机场那边一路布置过来这里的海滩 把这里的海滩的L型通通都布置完 就是下周的目标 好的 那么就让我们期待下周吧 拜拜